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了摄影评片的第25期 我觉得我还是挺能坚持的 也感谢这些一直投稿过来 让我能够继续坚持这个栏目的热心观众们 我们言归正传 这次有35张照片 我可能打的分上面会稍微严格一点 因为上期有很多人对我的评分做出了一些质疑 认为那些照片不值得这些分数 所以我这次可能所有的分数可能都往下压了一次 我们从零分一直到四分 这次很可惜 没有一张出现一张我认为可以值得五星的作品 我们来看第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一开始我看到第一眼 觉得很好 很有一点微信的开屏的那种感觉 一个大大的月亮 加上一个塔 但后来一想我这个照片 我想它到底是什么来拍的 因为它说了这里是有明月造金塔吧 16拍的 然后它本来是想把这个月亮弄在塔顶 那我想 但你是不是就实现的所谓的一次成 应该这个软件应该就是 Planet巧色之类的吧 但是它说它背着摄影器才一路狂奔 挡住了 但是这张照片我看这个云 我感觉是一张长曝光的云 但是月亮其实这样长曝光肯定应该是糊掉的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张合成的照片 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而且并且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也觉得它比较像合成的照片 如果我说错了 你可以来指这样 因为你没有讲是一次拍成的还是合成 但是我根据这个云的走势来讲 我认为它应该曝光时间是比较长的 然后这个月亮是比较结实的 就是说没有糊掉 对啊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张 从焦笔来看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有点是像俯拍 也就是俯拍的 从下往上拍的 那么这张的感觉应该是一张微广角拍的 但这个广角要把月亮拍成这样 我觉得怎么地也有两百四百的焦距吧 所以我认为这样 但总的来讲 它这个设计还是比较合理的 特别是它把这个月亮放在了这个乌云这个地方 正好挡掉了一些 感觉还是相当的挺合理 所以我一开始 包括我现在我也不能完全说 我能够确定它是一张非合成的照片 但我还是认为它是一张合成照片 但没有那么大的自信而已 所以这张给四星 不过那么讲 这张有创意的 它也去设计的 有提前设计的一张照片 这个是我们所非常喜欢的一种 第二张 这是一个 应该是 它是大江拍的 大江拍的2.2光圈的三分之一秒 那这张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它用爬楼不变无人机去拍 无人机拍是没有问题 其实无人机拍这个照片可以很漂亮 还是我现在觉得的话 就是这张照片有两个问题存在 第一个是这个蓝色 包括你看这些地方的蓝 有点蓝的过分了一点 我觉得我应该把蓝色稍微去掉一点 可能会好一点吧 或者怎样的 让它自动设计 设定下白平衡 把这个高光去掉一点吧 这样也许会好一点吧 反正这张第一点感觉太蓝了 然后第二点呢 如果是 如果是要拍车轨的话 因为你在空中 你很难曝光时间很长 那么 它最大之堆战 但是它 电脑图卡 它讲到了这个问题 它没有弄到 没有弄到 所以 它疫情下的中环晚高峰 倒也可以吧 倒也可以吧 倒也可以 四十八小区的隔离 TK TK和NIC 是可以用的 是可以用的 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跟 实际上你真的遇到不可用的话 你就去买一个梯子 对吧 梯子 任何时候你想拍更好的照片 梯子都是很有用的 柯达打印店不靠谱 你可以去找 找那个Epson 推荐的打印店 这个也是有的 Epson旗舰店 最大幅A3 A3其实已经很厉害了 我平常打 其实也只是A3 它京东旗舰店没有 你去找专门的输出店 有的 他们有A2 A1的更大幅打印的 现在买打印机 我觉得长时间打印是不合算的 打印机这个东西最好是 最好是经常打 越经常打越好 上海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了 所以不能回答 那么这个是我的一个推荐的一些回答问题 但这张照片我觉得构图利益都蛮好 那么如果解决这个蓝色的问题会更好一点 然后能合成的稍微连续一点会更好 或者说你想办法就把它拉的再长一点 你把它拉到一秒 我觉得这个曲线就会 其实你就看这里的缝 这条跟这条如果接起来 它就能够变成一个连续的上一辆车跟下一辆车 能够接起来 这是一张星空摄影的照片 其实我这两天我刚刚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所谓的星空相机的这个 然后我就提到了索尼相机它其实会痴心 当然拍银河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是拍星空的话就会影响很大 这个它是14毫米 11.8 那么其实看这个边缘来讲 边缘来讲 其实会差已经是很大的 这个镜头怎么来讲 其实就不属于特别适合拍星空的镜头 或者镜头吧 相机不一定镜头 太太广了 所以它第一有可能是翘头翘的很厉害 翘起来拍 第二是这个边缘 按照我们来讲 它就崩掉了 崩掉了 它是做了一个20秒拍了合成了 合成的 然后再拼合起来的 拼合起来的 那么这张照片银河部分 我觉得还行 细节还好 除了星点之外 在星点很多大多数的这个玩 玩星也迎合摄影的人可能没有那么讲究 那么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 它这个 还有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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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缺点 这张照片没有办法再给你更高一点的 最主要这个前景 前景太大了 前景太大了 特别是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 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不要这个下面 稍微低一点点 这样子 我觉得都会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最主要是构图方面 构图方面 再下一张 这张是北京故宫玉花园的千秋天 这张照片 其实我本来想分数给它再高一点 但后来考虑到它如果是一个 能够把这个给再拍全一点就好了 现在虽然是有一个很好的对比 阳光洒下来照到这条龙 但感觉太紧了一点 这两个圆给去掉了 如果这张照片能够再多拍一点 我甚至都会给它一张五星的照片 是一张非常有趣的 光正好照到龙的上面的这个东西吧 OK 不过看到了 它这个已经是70毫米 是它的最广的 但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手持的 再拍一张 让它实现一个接片 这是一个在休斯顿 云彩很美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长曝光 这个铺 喷泉也喷得很好 然后云彩也拉得很漂亮 唯一的遗憾就是前景这边 微少了一点 但是这是一张很养眼的照片 我们可以一定要说 这是一张很养眼的照片 然后从 色彩方面 拍摄时机方面 构图方面都没有太大问题了 唯一就是说 我们如果 再测一点 就是说让前景 不过它这个地方 前景也不好安排 也不好安排 也不好安排 但是 就是 在这个场景 可能已经是最好了 但是离真正的美景 还有一点距离 这个是我为什么给四星 没有五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从长曝光的角度上来讲 这张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也挑不出太多的次 这是一张悉尼歌剧院的照片 这个应该是在 它是Golden Hour跟Blue Hour之间 就是蓝调跟黄金时间 它选择了70-200来接片 所以它应该 但是我 对它应该有很好的细节和画质 这个是R5拍的 70-200这个非常棒的画质 细节也都很好 我们可以看到 悉尼歌剧院的上面的板 跟这个悉尼大铁桥 都很好 那么 然后它后期调整了一下 它用更小的光圈 拍出更好的星芒效果 这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你用的是70-200 这样一支镜头 它是不容易出现星芒的 往往要用到 起码你不能超过50吧 你用50接片 概率还有可能 但是用70-200这个镜头 很难出现接片的 接片的 而且你光线越暗 然后你光圈越小的曝光时间越长 你等于这张已经是5秒一张 5秒一张接 你这个可能叫15秒15秒一张 你接片成功的难度要大很多 那这张构图是很很完美的构图吧 可以讲啊 这边是个剧院 然后这边有两栋房子 这边有这个啊 都是很OK的 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这个下部有一点黑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把它稍微 线性间谍 我们把它稍微拉亮一点点 阴影再拉亮一点 整体曝光 我觉得会 会再理想一点 我这拉的可能多了一点 但我们对比一下 我觉得右边这个提亮一点会好 那如果拉得好一点 这头再拉一点起来 这边再降一点下去 格局会更好 这张照片我相信 你打印出来在 在这种长卷子 在配一个框 非常漂亮的一张 Landscape照片 也是一张很适合 图库销售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 圣地亚哥的一个海滩 它是等待日落的红光 我觉得已经有红光了 它用渐变镜把天空亮低 尽量把光差收窄 然后简单后期 颜色饱和度 但是把不够红的云踩走 这也OK啊 OK 现在你的水平是OK了 颜色我觉得是有一点偏紫了 偏紫了 你看这边 这个上面偏紫偏的比较多 水流你控制的很不错 很漂亮 这个噪点 这张噪点算OK了 挺好了 所以这里面只有一个 你的色彩还有一些问题 色彩 我觉得这个是微微有一点纸 如果我们选择自动的话 可能这样子会更好一点 或者再往这个绿色拉出来一点点 我们两张对比一下 我觉得这个会比这张微微更自然一点 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从构图上的缺点 构图上的缺点 这个下面被你拉掉了 这个不太好 这个下部啊 应该把它拍拳会更好看一点 我觉得如果这个上面下拳一点 然后你的云彩的这个暗部啊 可以再提亮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天空的 天空的 比如说我选择天空 你把天空的阴影再拉亮一点 拉亮一点 提亮一点 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啊 因为这个石头的前景很漂亮 石头前景毫无疑问很漂亮 拍拳塔 好吧 有进步有进步啊 死心啊 这个可能是我 我可能会考虑拿这张作为这次的一个封面吧 或者拿这两张鲜艳一点啊 好 这张他是有空都会去拍 他会选择一个角度 这个我记得你这个地方 我觉得比上次已经好一点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倾斜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看的有没有 还是这个广场本身的设计就有这个问题 就是这边高这边低的感觉啊 然后我觉得上面你可以把它裁掉一点 上面太多了有一点 反正给我的感觉 包括你看这边蓝色也太突出了 这个画面上的上下都可以再减少掉一点 这样感觉应该就会好一点吧 然后是啊 这边你是直的 所以不是问题 然后这个星芒有一点太 太抢眼的感觉 可以这样讲吧 当然你是希望突出星芒 但我觉得这个星芒在这里是 微微有点抢眼了 看你的参数啊 你参数没有参数 1635 但肯定是一个小光圈的拍摄吧 还是吧 我觉得我裁剪一下以后 应该比之前的要好一点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 恢复啊 对吧 裁剪一下 恢复 裁剪一下啊 我觉得还是裁剪一下会好一点 这是一张 这张我忘记 他的那个没有拿过来啊 这是一张极光的照片 但这张极光 极光很漂亮 然后两个遗憾 就是说前景没有东西 前景没有东西 就是一个极光 然后 这个前景倒得很厉害 速倒得很厉害 证明你这个相机翘头拍得很厉害 但是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 最关键的是你曝光时间过长了 曝光时间过长了 这个极光应该是 舞动得很厉害 所以在这样一个前景下面 我会建议你 地景跟天空分开拍 就是极光拍一张 可能一秒就拍完了 这样尽量让极光 不要有这么大幅度的拍虚的感觉 然后地景曝光时间再长一点 两张叠合起来 都可以啊 都可以 那极光 其实它分成 它会舞动的很快 跟会舞动的很慢 所以曝光时间 控制曝光时间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如果这张你 极光的时间不要那么长 可能可以到四星 如果再找一个好看一点的前景 对吧 那可能分数可以更高一点 这是一张很中规中矩的风景片吧 对吧 风景片 它是 相机的第一张照片 脚架高度不够 它手持拍摄 这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照片 就是说有云 有山 最主要山里面还有一点云 还有一点这个 但是这个下面这栋房子 要不要 我们可以商讨一下 其实这栋房子是有一点多余了 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去掉它 去掉它 尽量让目光投在这个区域里面 我认为是更好的 然后把暗部再提亮一点 我们把暗部再微微提亮一点 暗部提亮也不太好看 那就把它压暗一点 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 无所谓啊 这边有一个灰点 有两个灰点 我们可以点掉它去 其他的 反正是一张比较中规中矩的 到此一游照片 我们定位它是 这张是一个长焦的 我看不到焦距啊 它焦距为什么突然没了 只有一点零一点 这个它居然没有焦距的时间 30秒长曝光 但是正常来讲 这张这是一个东西糊掉 然后有CMOS上面有两个 CMOS很脏啊 1234567啊 这些尽量都要去掉它一点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反正如果 是我的话 我会尽量选择这块不要 这块不要尽量把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折 竖过来拍这里吧 这样子 觉得更突出一点吧 然后把这个 更突出呀 或者水平啊 这个不好了 水平一点啊 水平一点 这CMOS脏得一塌糊涂 擦擦干净 这样的话 我可以觉得 关注度会更好一点 相当于给 给船导航的之类的 whatever 一个东西吧 这是一张很好的 耶稣光的照片 也是一张 蛮典型的 所谓框式构图吧 上面跟下面啊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飘下来的 东西吗 然后这个算是有紫边 还是有什么东西 反正挺强烈 不应该啊 F20 F9 但是这个边缘 就感觉有很强烈的 紫边的感觉啊 逆光紫边的 我不知道是你后期把它强行提亮出来的感觉啊 这边缘上有一层这个东西 有一层这个东西 啊 这样的构图到底好还是不好 其实值得商榷 其实这个应该是干老物 这个边上也认为是干老物 我觉得都去掉 再往前推一点 不要用20 啊 这是个定交的 其实再往前推一点啊 以这个为主来取景 以这个为主来取景 会不会更好一点啊 更好一点 是吧 上面 反正我现在觉得就很重 很重 上下压的都非常重 所以这张照片就给了一个三星的 这张照片它是有圆图的 它是有圆图的 我记得堆叠 这张是它的圆图 然后它裁剪了一下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啊 这张是它的圆图 这张是它的圆图 密云水库本身的色彩 但我觉得为什么是这种 很怪啊 对吧 这个为什么很怪 这种粉红色 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给我的感觉很诡异啊 很诡异很诡异 然后路上也不能算特别好 我首先第一点 我也没有感觉出 这是一张航拍的照片 我还以为是在某一个 山头上面往下拍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所以这张照片我只是给了一个三星 给了一个三星啊 那张照片本来我想给的更高一点 但是它后来发现有两个问题啊 然后第一点是这个 这个东西 有一个挡掉了 就是到这边我第一眼 其实我不知道你看到的什么 反正我第一眼看到的 不是这个水鸟 而是这些东西 就它前景应该这边 有一些花槽挡在这里 虚化的这样一种效果 但这个太强烈了 第二点 这个水面是净的 但是这些泡泡太多了 就是 当然这你 你没有办法去全部消除它 我觉得还是 让我觉得没有那么干净的感觉 特别是右边这一块啊 如果是这样子 这样子 可能会好一点 但这边又多了一点 所以最好是这块东西 不要有它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吧 我的一个看法啊 它是选择了蹭溺光的 你这个选择是OK的 但是我会认为把 它再折过来一点 等它走过来会更好一点吧 ISO100 其他都没有问题 其他都没有问题 好 这是一个 网红达卡点 这应该是重庆吧 我记得这里是红阳 红什么 那个名字一下子忘了 我是在这个位置拍过往这里 反正 重庆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拍各种 尘世风光的地方 好 让照片本身拍摄 它没有太大问题 曝光60秒 下面取一点 或者材料都没有问题 颜色我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子 拍变形了 船拍变形了 船哪里有船呢 这有一艘船 还有哪里有船呢 这也是有船是吧 船比较多呢 你分两种吧 一个是你 拍一张单独的船的 然后再把它批掉它去 对吧 这个只能这样操作 但我认为一张照片 最主要的问题是 天太黑了 天太黑了 看到这些地方 天全黑掉了 就是然后 高光的去 这些又太过了 这些又太过了 所以 你起码你这个 高光要降一点 阴影再要拉伸一点 但是我现在只是拉伸不出来 实际上从你拍摄来讲 你不能等到这么晚 不能等到这么晚 或者说你要去 想办法堆战 提升一点的这个 这是一张打鸟的雪景片 雪景片 我对这一类照片 其实自己并不是很擅长拍 很擅长拍 但是我看到这张照片 第一点就觉得 雪景很漂亮 鸭子飞也不错 但是这个鸭子 没有从这个雪景当中 突出出来 我觉得可以再突出一点出来 也许会更好了 是不是把高 这个降一点点 这样 会不会好一点 前面那个白色的部分 太突出了 我们来看一下 会不会这样子显得这个鸟突出一点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总体来讲 我觉得 第一眼看这张照片 没有感觉到太多的是 我甚至都看反了 我把这头看成头 那里看成尾巴了 都是 所以这是一个 一点点小遗憾 一点点小遗憾 接下来的照片 这是一张很宁静的照片 其实我这张照片 想了很久 到底是几星 但最后我觉得 还是给了三星 实际上因为 整个画面很乱 但是后来觉得乱里面 还有一点点的静的感觉 就上部非常杂乱 下部挺安静 挺安静 那只能是说 他去掉了 长暴光八秒 加了六档的减光镜 对 只能说 你把一个很乱的场景 拍出了一点宁静的感觉 宁静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张方形构图 下面再多一点宁静的会不会好 现在就觉得整个画面 四分之三都是乱的 下面是一点平的 压力有点大 并且这下部的暗部 是不是提亮一点会好呢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更乱了 还不如不提亮 他这个处理还是可以了 但是始终还觉得 上部太乱了一点 嗯 嗯 接下来的这张是一张日落的 非常典型的 所谓的红鸭蛋照片 呃 瑜伽归航 嗯 他这张构图 我觉得我也没有太多可以讲的 只是上面这个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把上面这个给去掉 干脆不要它了 干脆不要它了 这样子 干干净净的 对吧 然后把这艘渔船的 渔船拉亮 拉亮 那艘渔船不好看 算了还是关掉吧 我刚才降一点 也就这样子了 或者说你 这个有点远了 你那边能不能找点东西把它扩出来 或者我们这样子啊 啊 他这样的十三分之一比例 就是微远了一点点 如果这个船在这个位置可能更好一点 你可以去尝试PS里面有一个叫局部扩吧 把它稍微再拉出来一点点 这也是一张中规中矩的雪景吧 这是天鹅宝是吧 下面大草地啊 上面挺有仙境 但是下面说有仙境到没有 特别是还有两辆破破的这个车啊 我的这个车啊 这个你应该如果选一个景是没有这两栋房子的直接上去 我会觉得更好一点 然后草地上面这个雪没有盖满 如果真的是全铺满 会有更好 更像先进 分数可能也能更高一点啊 最后这两天可能北方啊 北半球都在下雪 这两天这是不是全是带雪的照片啊 这是布莱斯峡谷犹他州的 这个 这种照片其实我觉得是超大场景 这种超大场景只有一种 会让人感到很震撼的 就是说细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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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照片像边角的细节也好 或者说打开的都没有 因为这种照片就可能需要所谓的中画幅啊 大画幅啊 一一像书啊 让你点开的时候还能看到细节 这种震撼力可能 这就是完全是拼机器了 那目前这样来看 我觉得细节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的好 的确很漂亮 的确很漂亮 所以也是我这张照片给三星的一个原因 但是 当然如果你的拍摄时机啊 有一些明暗的对比 获得怎样 可能会更好 其实选局部一点也应该会很好 现在的感觉就是说 我始终觉得还是没有特别的重点 特别的重点 挺淡雅的 你说了这个挺淡雅的 但是离好片还差了一点啊 这个典型的拍的日照金山的吧 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啊 我选错了 不好意思 我贴错了 不知道是哪个照片贴过来的 没关系 没关系啊 但是啊这个照片 我的话我会选择把它稍微再提亮一点点啊 提亮一点 提亮一点 然后上面这些云太多了就不要它 甚至我这里都不要它 我会选择这样子 肯定比你刚才那样要好一点 甚至你可以再继续财都可以啊 有的时候财片不要吝啬 财片不要吝啬 这样会很好 那么如果你啊 现在我这样放大 你已经变得很小了 HM32000多万像素 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用50接片 50接一张我这样的照片 像素搞不好能够达到一个亿了 速接一张两张三张四张 这样照片的就是冲击力会更强很多 细节也会好 我现在一点都没有细节了 因为你是用中四二拍的嘛 然后再加上了彩剪 很多东西就丧失了 这就是一张无人机拍的照片啊 杨江 杨江十八只产菜刀的地方 我还去过的地方 靠海也靠这个 航拍很那个跟 但是跟那张车轨 我有两张照片 都说一对比就好 所以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给 给四星的这张只有三星了 因为这张拍车难度要大一点 他要去捕捉这个Blue Hour的世界 然后还要慢拍拍车滚的 这张就没有太多东西了 然后剩下构图也就这样子 他当时有高铁可能会好一点吧 那你就有的时候就等啊 只有有的时候你不在于这个 你该等还是要等嘛 对吧 并且可以等到再晚一点 这个时间 这个高光区域没有处理好 已经过掉了 好 这是一张啊 这个地方最近去的很多嘛 香格里拉松赞零四 我记得前两次投稿也都有 有过啊 都有这个照片 那照片感觉 构图其实比我前两次看到的 要好一点 正面去拍 但是缺点是 他后期替换了天空 好吧 好吧 我就说这个感觉很不自然的感觉 我以为是压界面镜压的 现在来觉得不太自然 不太自然啊 不太自然 我觉得把阴影干脆再提亮你 甚至你把这边再 搓搓搓搓搓 我再加一点点 好吧 反正就觉得比较不自然的一个结果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给三星的一个原因嘛 另外一点构图上来讲 这里感觉还缺了一点东西 缺了一点东西 单张拍不到 有的时候我们考虑接片来拍 接片来拍 这张照片 其实本来我想给的更高一点的 但是后来觉得他的很多小节处理都没处理好 比如说这个我们应该想办法裁掉它去 这个可以留的 但是这块我觉得应该裁掉它 然后包括这边也应该裁掉它 最多我留到这套房子就是了 干净很多 然后上面是不是要这么多 也是一个商榷 另外一点是CMOS上面没有处理干净 这是有种乌云压顶的感觉 但是太重了一点 太重了一点 我们觉得这样子 当然可能我踩的太多了一点 我们踩到这里 比较小 这样会好一点 但甚至有的时候 这个点要与不咬 我们都可以有商榷 甚至你说你不要了 到这里也未必不是一张好照片 好像还真的不如留着好 抱歉了 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 这样可能有事情 剩下来 因为它整个这个 感觉是比较阴暗跟压抑的 所以也很难得到更高的 并且这种有一种强行提亮的感觉 尝尝提亮的感觉 然后是大阪日清间的旅游 这种照片很多人喜欢做这样的构图 有飞机有这个穿过 但实际上 这个是什么天造大殿还是什么地方 要天守阁 对对对对对 现在跟这个对比 但我自己不是太能 喜欢这样的风格 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是这种对比 而是一种矛盾吧 看上去不合理的地方 这也是一张这样的 也是两新的照片 有的时候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张和这张 这两张 那我觉得这张的味道 右边这张的味道 虽然它也不好 但是跟左边比 我觉得它就好一点 这张感觉是太压抑了 太压抑了 这上面这个都很黑 然后这个船有很多也很乱的感觉吧 感觉啊 感觉就是 Capture One 它居然是用Capture One来调的 这张照片它是2.5秒想拍一个小的门门 但是它的前景这种石头是很难拍的 坑坑洼洼的 长曝光 它这张照片如果要提升要么就长曝光更长的时间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你要等到更好的拍摄时机来讲 现在整个这个时间并不是太合理 它是搭配沙滩 沙滩在这里 这个在这里 反正我觉得美感上跟从 你们肯定没有找到这个海滩最漂亮的地方和最正确的时间 最漂亮的时间来拍摄 这又是一张所谓的玉米地的照片 但是没有特色没有特色啊 很平淡很平淡 它的目光的确是集中在了这棵树上 但是也没给我说说更好的这样一种感觉吧 就是反正越是黑白你越需要有光影的变化跟明亮的差别 才能让造型或者说你要告诉我们东西突颖而出 现在你我看不到这个脱颖而出的这个东西在哪里 这是一个羊 这个算是拍羊呢 还是拍风光呢 其实风景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这边高光过了 羊身上也没有什么构图也比较乱 这样一个对吧 反正没有感觉到你所谓的 所谓的这个想法吧 就是波浪谷这边就是 但是这张比后面这张要好一点 就是我们这两张对比的话 一起讲掉 那这张就我感觉右边就更晕一点了 高光也爆了剪影没有做出剪影啊这个亮部没有做出亮部啊对吧 这个就而且这张的炫光还很厉害啊 这里也很多啊很多 所以你看这张我就给了两星这张我只给了异星 接下来都是异星的了 这张颜色是有问题的 颜色一塌糊涂 而且这个前景也没有任何的东西 而且这个画面已经处理的 已经是油画感处理了吗 这张是HD啊 反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风格吧 好的风格吧 调色太高饱和度了 或者说这种太轻 其实你看脂肪图也好 太蓝太轻的颜色跳动出来了 把饱和度降低一点 如果首先的话我们把鲜艳度降低一点 饱和度降低一点 或者说你就自己让它来一个自动吧 我觉得可能都比你现在的颜色要正常一点啊 这张照片一开始我以为是拍坏掉的 后来才发现啊 它是两张照片 去一张虚胶一张实胶两个叠起来的 而这张照拍法是可以的 但是你这个叠的有一点点诡异 就是它这个圆的 圆的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划开一点 我觉得好你是这个虚的圆的 让它划开一点再叠上去 现在我感觉你包括这些边缘都有一些怪怪的感觉 怪怪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特别 就是我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感觉怪怪的 我自己不太我不太喜欢 不知道大家都其他的看了怎么样 反正我是不太喜欢 而且颜色也有问题 偏紫了这上面啊 偏紫了 那张照片也是完全偏蓝啊 而且前景很乱也不好看 也不太好看 这张刚才说过了啊 最后一张啊 前面都还有啊 还有最后这张 我记得他说这张他是学了一点时间 然后但这张照片完全没有任何的重点 唯一给我看到的你是给苏果 这个或者说给这个商场去介绍广告牌的效果了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好 今天的摄影评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尽量不去做太多的准备和这个尽量是一口气一次性的按照我看到就想到的把它给讲出来 但是我事先其实是把分打好了 但是点评是现在来点的 好 那么希望大家觉得我讲的还算实在 其实不管讲的对不对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第一眼跟第二眼的观感 你也可以对这些照片你有什么观感也可以发表出来不要光介意我说的也许我说打一心的你觉得很好都可以发表出来啊 如果你想参与这种被我点评按照我这边贴出来的这个投稿要求进行投稿就可以了 好 我们下个月再见